谁是来关心美国社会迎接川普上任满100天 东三新闻的评论节目明目张胆 新闻评论家张修杰 这个礼拜就特别请来了两位的华裔民选官员 批评川普政策到底好坏在哪 一起来看看 一边是代表吴党籍西克文娜市的市议员吴同怀 话风犀利 咄咄逼人 资言川普当选游历 外加驱逐非法移民理所当然 不过民主党籍的圣安东尼奥山 社区学院理事陈介飞 并不认同 火爆的对话场面同样发生在下半段 川习会定调美中联手抗朝鲜 是护航世界正义还是另一种强国侵略 甚至传出商业利益按盘考量 让人摸不透 他那天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他有很多这个trademark都被approve 像他要做按摩啊 他要做骚纳啊这些东西 对对很奇怪都没有人说错哦 选举之前的时候说要操纵货币 反正说要怎么加他们的税 要跟中国重新谈这个报应 反正要对台湾一国一中政策要重新谈 它全部没有了 点评川普新人新政 习近平鸭子滑水 新一轮大国关系谁主臣服 明目张胆张修杰开讲 4月28日超市晚间9点半播出 新闻台晚间11点25分首播 敬请观众锁定 中文新闻魏宽用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